大脚新讯息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对宇宙 源头 你们的指导灵 甚至对我们都有所求 你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 我们帮助你们的最好方式就是提醒你们 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是的 你们的确进入了这样的一生 即你们知道自己将会有某些特征 会出生在一个家庭中 出生于一个家园 坊间和社区里面 在其中你们必然会有某些生活经历 以及你们自己和他人的经历 一旦你们化身了一段时间 你们玩着地球游戏 并遵循社会为你们制定的规则 你们不时会意识到在这一切之外 还有更多的东西 伴随着一些为这一生撰写好的重大事件 还有一个觉醒计划 你们知道这一点 因为你们醒了 而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一旦你们觉醒了 你们就会意识到 还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游走于这个世界当中 过着你们的生活 并实现你们的梦想 有些方法在学校或任何其他地方 都没有传授给你们 而你们去那里本是为了学习 如何以一种快乐 自由的方式驾驭生活 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以来 你们就一直仰望着星星 天空 天堂 以寻求帮助 而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地提供帮助 我们一直在倾听并考虑 你们所有为了在地球上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 但是当我们告诉你们 如何自己去做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给了你们通往天国的钥匙 我们正在向你们揭示一切那些似乎无所不知的人 在以前没有交给你们的东西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为了得到你们想要得到的 并获上你们想要的生活 你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放下任何 在本质上是抗拒的事物 这当然包括你们的思想和信念 你们的情绪 也包括你们的评判 你们不能够想要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但又要去评判他们是如何得到他的 这使你们难以真正地与那种生活较准 因此 为了实现你们梦想中的生活 你们需要做的事情较少 需要释放的东西较多 如果你们正在关注自己的念头和感觉 即使它们对你们来说是完全合理的 并且你们也愿意放下那些让你们感到很沉重的东西 你们就能够允许一些祈祷得到回应 将会有一些事物是你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的 但是随后你们必须保持信任 并要持有信心 即你们所有的祈祷都会被回应 每件事物都在完美的时机到来 如果你们能做到 我们刚刚为你们列出的所有这些事情 那么你们就能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们就能实现你们梦想中的生活 如果你们已经厌倦了 等待这些显化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在你们的物质实相中 那么就去找点乐子 或者放松一下 一边坐看云卷云书 一边聆听虫鸣鸟唱 不要认为你们必须一直处于显化者模式才能得到什么 到目前为止 你们已经在这一生中度过了足够多的生活 所求了足够多 创造了足够多 所以你们需要更加专注于很少人经常处于的接收模式 重要的是别忘了要去接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此时此地给你们这个小小的提醒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